你本人是說什麼 不發異語 不發異語 我猜不透他那個心態是什麼 那個 到底為什麼要我陪他看 他還說你就牽著我的手看 我想說 是在折磨你還在折磨我啊 到底是 那我們那次去吃那個 九十年的午餐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他就說 我很期待 你完全屬於我的那一天 所以他老公吃醋他畸形狂戰 劉冠婷 不發異語 筆牽手看愛愛過程 他有看到你最新的那個 作品嗎 就是 飛沙人 有啊 職業情的部分 有啊 他看了 那當然 那個瞞得了他 而且 他還強逼我 跟他一起看 真的是很痛苦 對我來說 非常痛苦 我就跟他說 拜託你真的不要看 真的不要看 因為這 你自己會不好過而已啊 然後他就說沒有關係 他說 他很想要 我陪他一起看 陪他一起面對 我 猜不透他那個 心態是什麼 那個 到底為什麼要我陪他看 他說你就牽著我的手看 我想 是在折磨你還在折磨我啊 到底是 不發異語 不發異語 我覺得他是強作鎮定 他沒有特別說什麼 他是跟我說 我覺得兇手是那個 在門後偷看那個小孩 對 所以可見還是有認真看 因為他有猜 我想一下 他真的有反應的 是冠琴從樓上摔下來 摔到彈簧床上的 他有 他有 驚嚇了一下 我覺得我自己 比他 尷尬很多 也可能是我太緊張了 我顧不到他的 看不清楚他的狀態了 還是他變相的叫你 之後不要挑戰我 是沒有 這倒是沒有 希望我開心 所以他也 希望他可以很 真的全然的尊重我的工作 但有的時候 我也要包容他吃一點醋的 但我們那次去吃那個 九十年的午餐的時候 他就 跟我說 他就說 我很期待 你完全屬於我的那一天 就覺得好像 真的只有到不拍戲了的那一天 他才會比較 不吃醋吧